女客人在文具行挑選商品 身體圍蹲 但這時一名穿短袖上衣短褲的男子朝他靠近 接著就看到他用下半身頂了對方一下 把女子嚇了一跳 但男子立刻轉身 像是不小心碰到的樣子 但沒多久另一個角落又有一名女子受害 故意裝作在挑東西 然後從這邊走去碰到他 同樣手法顧忌重拾 明明走到夠寬 他卻硬要用正面跟女客人碰觸 而且似乎還早有預謀 就是默默的進來 然後從這邊進來 然後又從這邊出去 我覺得感覺是像在故意的 劍士器調閱出來 真的就是很明顯 他就是用去碰他 我們就是想說要報警 因為太恐怖了 若躲避電源視線 男子可以從側邊繞過櫃台進出 而嫌犯是他 48歲戴著細框眼鏡 髮技線略高中等身材 先前也曾有過性騷擾的紀錄 這回他到高雄 決定一家文具行 二十一號下午三點半 似乎刻意尋找落單女子 故意近距離肢體接觸 涉嫌性騷擾 而且還在店內逗留了二十分鐘 有兩名女顧客受害 面對一次性騷擾真的不能縱容 當時受害女子在事發後 也緊急向店員求助 調閱監視器報警 因此在短時間內就找到這名怪客 目前他也坦承 畫面中的人就是他本人沒錯 被警方依照性騷擾送辦 TVB新聞 我就是劉璇高雄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